自闭症一种脑神经发育性障碍,是全球公认的公共卫生热点问题之一。 患病率一直在呈现快速增长趋势,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,患病率已高达五十九分之一,它被称为自闭症普系障碍。 自闭症普系障碍,目前还缺乏行之有效的医疗干预手段,主要依赖于以行为干预和教育看复为主的补救性干预措施,加强国际交流以及汲取国际同行的先进服务经验。 分享自闭症普系障碍,最新研究成果,及相关福利政策,对提升规范行业科学健康发展,改善自闭症服务保障至关重要。 为此,中共龙圈市围统战部龙泉市参集人联合会,将于7月2日在龙泉举办多月发展,贩自闭症康复技术国际研讨会。 主办单位,中共龙圈市围统战部,龙泉市参集人联合会,承办单位,龙泉市参集人联合会。 谢谢。